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18年11月29号星期四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送的 亚太报道 我是佳元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驻美大使表示 如果美国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问题 进行制裁 中国将采取同等的报复措施 河北省张家口市 一化工厂门口 星期三凌晨 发生货车连环爆炸事故 造成40多人死伤 培养出一对 天生艾滋病免疫 双胞胎的中国科学家贺建奎 表示道歉 但不认错 政府对此已经展开了调查 北京的维权人士尼玉兰 五年来21次被逼迁 最近当局更在他居住的门前 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下面就请听今天的亚太报道 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二表示 如果美国政府就新疆人团问题 制裁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 中国也将对美国进行对等的报复 崔天凯还说 中国政府在新疆拘押穆斯林的目的 是试图对恐怖分子进行再教育 请听本台记者希望的报道 中国在新疆漠视穆斯林的人权 对他们进行严密监控 关押上百万人的行为 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 对参与新疆镇压的公司 和中国政府官员采取制裁措施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10月27日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时表示 中国政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 受到了双重标准的对待 他还把中国在新疆的镇压 与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 进行比较 他说 美国是用导弹和无人驾驶机 来攻打恐怖分子的 而中国则试图对恐怖分子进行再教育 崔天凯还说 如果美国就此制裁中国 中国也将对美国进行同等的报复 美国国务院在电邮给 自由亚洲电台的声明中表示 美国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 结束针对新疆的适得其反的政策 并释放所有那些被任意关押的人 美国将致力于向那些违反人权的官员进行问责 包括对新疆的一些官员进行针对性的制裁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研究机构 2049年工程研究院的新疆问题研究员 德鲁琼斯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种比较的确很不恰当 美国在中东的反恐行为 与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是无法比较的 中国政府则是把整个维吾尔族人当作恐怖主义者来对待 在中东的恐怖组织是真正的恐怖集团 此外美国在反恐中并没有把一百多万人关押在集中营里 也没有把整个一个族群都当作恐怖分子来对待 路透社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人 以及对他们进行高科技严密监控的做法 引发了国际社会 包括活动人士 学者 诸多国家政府和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强烈谴责 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安全措施包括 设立密集的检查站 将大批穆斯林少数民族拘押在再教育营里 以及大规模收集当地人的DNA信息等 旅美中国学者夏叶良指出 恐怖主义怎么定义 不可任意的定义 而且把一个民族都说成恐怖主义者 这个说法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无法具有说服力 他没有把他们当作平等的国民来看待 而且动不动就官方奏益宣扰 说维吾尔族人很多都是恐怖主义者 如果美国政府对包括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在内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 美国的制裁行动将基于美国联邦政府法律 全球马格尼茨基法 该法允许美国政府冻结世界任何国家违反人权官员的美国财产 并禁止他们到美国旅行 以及禁止美国公司与这些官员做生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 华盛顿报道 随着新疆再教育营的细节和幸存者的政言浮出水面 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打压当地穆斯林的报道出现了井喷 而研究新疆问题的学界也正在狙击起来 为维吾尔人发声 英国一位专门研究维吾尔文化的专家说 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象征性的强奸 今天本台记者加奥的报道 中国政府说新疆维吾尔行动是为了净化伊斯兰教习俗 去除宗教极端化 消灭思想偏见 我并不这样认为 在我看来当局目前对维吾尔人的打压 简直就像一场象征性强奸 这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维吾尔文化专家 芬雷周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座谈会上讲的一番话 二十多年来 他长期致力于了解维吾尔人身份认同感的改变 以及他们对中央政策所作的抗争 当谈到他今年到访新疆的建文时 芬雷更是几度哽咽 我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亲针习俗的侵犯 对其精神和肉体的蹂躏 无不是为了免没掉维吾尔民族的意志 芬雷今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 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实体考察 他表示他研究维吾尔社区已有几十年 但这一次他目睹了当地人最绝望的恐惧和伤痛 芬雷说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无数当地维吾尔联络人中 竟然只有两个人敢与他见面 他解释说如果前几年当地穆斯林还敢于表达 他们对被无端关押的恐惧的话 他们如今变得几乎什么都不敢说了 一位维吾尔职业女性告诉他 除了那些得了病的人 基本上没人能从在教委营里出来 另一位维吾尔教师告诉他 维吾尔人向来很健谈 但现在我们都不说话了 因为我们很怕说错话 芬雷还从宗教、文化、社会等角度 分析了政府对当地穆斯林的压迫 他介绍说 不管商人、公务员还是退休人员 这些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维吾尔人 都不敢到访清真寺 因为他们害怕被送进在教育营 失去退休金或是铁饭碗 位于喀什的艾提卡尔清真寺 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 此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 到这里礼拜 当芬雷今年到访这里时 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所清真寺的大门走廊中 多了一座收费亭 对中外游客收取45元的门票费 售票员的正上方挂着一面红旗 只见用唯汉两种语言 写出的爱党爱国四个大字 走进清真寺后 他几乎看不到朝败者 只见零零星星的游客 而当他试图走进一位 维吾尔长者询问情况时 一名警察突然开始在几米远外 尾随他 直到他离开 芬雷还说 当局还在严格限制 当地民众的宗教服饰和毛发 他在喀时偶遇了一位 六岁维吾尔男孩 他谈到 现在他的学校 大多数课程都使用中文教学 他还用完美的普通话 唱了中国国歌 临近分别时 小男孩用几张白色贴纸 在下巴上做了一撮假胡子 芬雷感叹 孩子不经意的举动 恰恰反衬了维吾尔人的文化传统 被剥夺的残酷现实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新疆问题的人类学家 达伦·拜勒 从中国政府决策的角度 分析了维吾尔人的处境 他说 自2009年以来 国安、高教和多达1400家科技私企 一直在通力合作 试图打破维吾尔网络世界的高度自制 以对穆斯林进行通讯监控 他举例说 厦门公司梅亚伯科 就研制了自动检测图片中 维吾尔文和伊斯兰教符号的设备 一些公司还开发了自动翻译和抄写 维吾尔语语音信息的软件 他还说 新疆乌鲁木齐 喀什等地密不透风的监控网 不仅遍布市区 还在向附近的农村地区蔓延 这些设备将会生成 规模极为庞大的影像信息 而它们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 监控网络的目的 就是束缚人们的行动 这是维护治安的一种方式 它为一些人设定了边界 却为另一些人开辟了自由空间 这样一来 外面的空气就变得不那么压抑了 汉人可以安全地随意进出公共场所 但维吾尔人却因种种束缚而寸步难行 道场嘉宾还有来自日本 法国 澳大利亚的学者 长期关注新疆局势的国际人权组织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也到场发言 在发自肺腑的演讲最后 芬雷摘录了英国作家 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 《1984》中的一段话 他说 这就是维吾尔人正在经受的苦难 我们要把你压迫到 你无法回头的地步 你心中的一切都会成为死灰 你会变得空虚 我们会把你榨干 然后我们会填补 你内心的空白 然后我们会填补你内心的空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佳奥华盛顿报道 声称成功以基因编辑技术 培养出一对 天生艾滋病免疫双胞胎的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 在事件曝光后首次现身 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出席 一个有关基因的学术高峰会时 为提早披露试验结果表示道歉 但是他透露 仍有基因编辑的胎儿 在一名孕妇的妇中 目前广东省和深圳市 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彻查该事件 今天记者高峰的报道 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 在香港大学举行第二天会议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 贺建奎按原定计划 参与专题讨论 发表演说 介绍研究成果 并为有关资料 在峰会举行前意外泄漏致歉 贺建奎说 他为研究成果意外泄漏致歉 也因此有关数据 无法在科学场所面试 有关研究 以成交科学期刊进行评译 贺建奎透露 研究涉及七对夫妇 南方均有艾滋病 强调他们均了解研究的风险 有专家问贺建奎 在临床试验过程中 是否有其他孕妇的胚胎 被基因编辑过 贺建奎回答 还有另外一个潜在怀孕 专家追问 是否早期接断的化学认试 贺建奎说 是的 峰会筹委会主席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巴尔蒂默 质疑贺建奎的研究 有否医学需要 巴尔蒂默表示 他们是在研究完成后 及孩子出生后才得知事件 他个人认为没有医学上的需要 他认为 这反映科学界的自我规管失效 因为这项研究欠缺透明度 贺建奎却表示 自己对研究感到非常自豪 他说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他自己的小孩有先天缺陷 他也会做这个实验 他提到 婴儿出生后 家长给他发短信 说已重拾人生 他说 未来将长期监察 改双以基因技术培养 对艾滋病病毒免疫的双胞女营 与会的中国社科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邱仁宗 批评贺建奎 透过媒体发表研究成果 认为人民网作为有政府色彩的媒体 不应援引贺建奎的研究成果 基因编辑婴儿的研究经费来源 众说纷纭 虽然贺建奎声称 研究资金来自他自己及学校的初创基金 南方科技大学也声称 校方对研究不知情 但大陆媒体却公开资料 显示贺建奎的研究经费 来自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全体教授 星期三透过校方官方微博 发表联合声明 指作为当事人的同事 对事件深感痛心 法律禁止不合乎伦理 安全性未经充分检验的情况下 贸然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严重违背学术规范和道德伦理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声明又指 对这起孤立事件和造成的恶劣影响 深感遗憾 将全力配合调查 据了解 贺建奎位于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公室 已被封 门外的名牌也被移除 广东卫生健康委员会 星期三在官网表示 广东省和深圳市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全面调查这起引起全球医学和科学界争论的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化工厂门口 星期三凌晨发生货车连环爆炸 造成至少23人死亡 22人受伤 数十辆车被烧毁 对于这起事故 张家口安监局对本台表示 事件还在调查中 今天本台记者乔龙更详细的报道 本周三凌晨 张家口市乔东区河北圣华化工有限公司门口 发生货车连环爆炸 一位从爆炸事故现场逃离的货车司机 王海军称 爆炸声响有四五次 他光着身子跑了500米才成功逃命 现场多端视频和图片可见 爆炸后火光冲天 现场公路上的货车火光熊熊 有建筑物在燃烧 天亮后可见现场建筑物被烧成支架 停在路边的十多辆货车已成残骸 另一段视频中 十多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多人发出痛苦的声音 张家口251医院急诊科一位护士当天中午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该医院收治了十多位伤者 他们均为烧伤 主要是哪些方面受伤啊 烧伤 烧伤 对 病危的有吗 对 距离事发地点近三公里的 红冰区石府老板对媒体说 事发时 他正在睡觉 被爆炸声惊醒 还以为发生了地震 货车司机王海军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他从内蒙古西林浩特上煤后 于周二下午5点左右 抵达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等候排队卸货 晚上他睡在车内 周三零时41分左右 突然被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惊醒 他趴在车窗看了一眼 发现距离自己的车后面 约200米处火光冲天 几辆货车燃了起来 他正准备穿衣服 接着第二声爆炸声又响起 至少爆炸5次 官方工商信息显示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位于张家口桥东区 占地28万平方米 主要生产居绿雨季 树脂 烧减椰绿等 初步调查 事故中着火大货车38辆 小型车12辆 现场搜救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 仍在进行中 张家口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无信工作人员 告诉澎湃新闻 爆炸地点为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门口 一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 等待进工厂过程中发生爆炸 并引燃了周围车辆 他表示目前正在核实所有的伤亡人员身份 具体爆炸原因有待化验 专家已赶府现场调查 张家口市安监局值班室一位官员 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我是安监局的值班人员 现在的消息以官方公布的为准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请等待官方的消息 是因为车等待进场的时候爆炸 您只能信官方的消息 我们值班人员有些信息我们不掌握 据河北省政府一名官员对记者说 国务院紧急管理部已派出副部长傅建华 率领一个五人工作组正在赶府现场 调查事故原因 该官员称事件已惊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接下来除了展开安全生产教育 还要追究相关责任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广州女律师孙世华两个月前 控诉被公安殴打和羞辱 而两名关键的目击者 证实已经被当局逮捕 当局指控这两个人涉嫌寻衅滋事 而家属则担心当局会以司法手段迫使两人认罪 今天记者高峰的另一篇报道 两个月前 女律师孙世华在广州立湾区华林派出所办案时 要求警员出示工作证 却被对方殴打 随后一名女警贺令孙世华脱光衣服调查 随行的公民张武周 以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 当时视频被警察抢行删除 近日张武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批布 张武周妹妹张维楚 上星期收到立湾公安分局的逮捕通知书 家属聘请的律师 其后在看守所与张武周短暂会面 而种种迹象显示 当局准备为张武周另行委托律师 张武周目前积压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身上出现攀腔炎的病争 估计与他在看守所受到密集训问 以及日常生活受到限制有关 你这样上厕所的话 是应该就是说你 很多就是说你把那个 就是说门虚烟的 你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锁门呢 但他那个的话 就让男警在那里看着 男警看着他当面上厕所 要要故意羞辱人的嘛 憋着那个不想那个上厕所 那些的话会导致那个盆腔 那个血液循环不畅 然后就会出现就是说 类似于盆腔炎的一些症状 这个病的话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 但是就是说人会很痛苦 孙世华事件另一目击者梁颂基 上月在北京被广东公安跨省拘捕 亲属梁彦奎认为 除非当局依法办事 公开释发当天的视频 否则难以还原真相 他应该向公众交代 但是他们没有放出来那个视频 所以现在公安局要公安局的说话 中国律师后俱乐部发起人秦永佩 估计张武周与梁颂基很有可能被判刑 他说只有这样做 当局才能把孙世华成功入罪 孙世华的丈夫隋木青被吊销执照之前是维权女士 秦永佩警告 要是孙世华坚持为自己维权 不排除他与隋木青会随时被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北京著名维权人士尼宇兰 今年8月被房地产公司 拉入黑名单后 其女儿几经周折为母亲找到住处 这是尼宇兰五年来第21次搬家 尼宇兰告诉本台 最近她和女儿的住处被人安装了多个监控高清摄像头 请您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尼宇兰曾为弱势群体维权多次被判刑入狱 由于在狱中被打致残 50多岁的尼宇兰下半身完全瘫痪 需要坐轮椅外出 今年8月尼宇兰再度被当局逼迫搬迁 还被房地产中介列入拒绝提供中介服务的黑名单 尼宇兰的丈夫董继琴 本周三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不久前他们搬到现在的新家 所谓新家就是被逼无奈下 辗转求人才租下的房屋 他说公安在屋外装上了高清探头 监控台说现在他们改那个高清的 高清换那个先进的了 现在换了两个 有一个是能360度全方位全转 现在有三个 就是对着胡同马路对面有一个 完了那个胡同口上有两个 为表扬尼宇兰对人权事务的关注和做出的努力 荷兰政府向其颁发 2011年度郁金香人权奖当时尼宇兰还在狱中 2013年出狱后 尼宇兰和丈夫遭遇避迁 监视及驱赶 他们俩夫妇时常露宿街头 尼宇兰在北京通州租用的房屋 今年夏季再度被房东避迁 他们要为找房子住四处奔波 尼宇兰告诉本台 2013年10月出狱以来 被迫搬家达21次 包括露宿街头 尼宇兰曾是一名职业律师 因自家房屋遭到强拆而走上维权之路 他亦因帮助弱势群体维权 曾两次入狱并遭殴打制裁 需要做轮椅外出 2011年初 他再次被捕后被以刑讯滋事罪判刑 2013年10月刑满出狱 除了尼宇兰和丈夫受到保安员监控 就连他们的女儿也受牵连 他说 目前尼宇兰夫妇居住在通州一处楼房内 他说起初为了避免被公安发现及骚扰 进出房屋非常谨慎 一旦发现 可以人事接近 宁可露宿街头 也不愿暴露住所 但最终还是被无处不在的公安找到 长期受到警方人员骚扰的尼宇兰 并没有因此停止维权 她在网上发布支持709被捕律师的文章 被公安报复 尼宇兰说公安还威胁她的女儿 去年4月 曾斩住在宾馆的尼宇兰 一家再被赶离 警察还将其推下轮椅 导致其颈椎及腰部受伤 腿部精卵不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 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优势正在消失 面对中国和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军事实力 美国必须大幅增加投入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7号举行听证会 邀请国防战略委员会的代表 对未来美国的安全事务进行了听证 加州电台记者石山有以下的报道 今年11月15号 参议院下属的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报告 指出鉴于美国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 正在逐渐消失 中国和俄罗斯则在谋取地区霸权 和积极增加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 并对美国及盟友的安全构成威胁 如果中俄两国进行军事战略上的合作 美军可能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冲突 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无法应付 27号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听证会 邀请了国防战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 艾德曼和卢海德前往作证 两位证人对目前美国军事力量 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报告 包括美国面临的各种威胁 传统武器和核武器的升级换代 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非常规威胁等 国防战略委员会主席艾德曼表示 美国今年通过的73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预算 只能保证美军维持目前的些小优势 他认为 如果要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 维持美国军事和军事科技上的优势 则国防开支每年增长 必须比通胀高出3到5个百分点 参加听证会的参议员 对所谓非传统方式的威胁也相当关注 艾德曼表示 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各种动作 实际上已经开展了多年 在这些灰色地带 我们之间的冲突每天都在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的冲突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冲突 很多冲突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 军事和防务的范围 在听证会上 除了对美国升级军事装备问题的讨论之外 两位证人特别谈到中国和俄罗斯 对美国进行的所谓政治作战 我相信俄罗斯和中国都在使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种政治作战 目标则针对美国和盟国 我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防务专家谈过 他们现在特别关注的问题和美国一样 比如利用孔子学院和中共的统战部门 这些都是政治作战的工具 艾德曼强调说 美国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 也曾有过所谓政治作战的部门 但随着冷战结束 这些协调部门已经不复存在 他也认为 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非传统威胁 美国可能需要考虑重建协调机制 以动员除了国防部以外的其他部门 共同应付包括政治作战在内的威胁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是美国被赋予国家军事立法监督权力的 一个参议院委员会 负责包括美国国防部 军事技术研发等在内的责任 27号的听证会上 几乎所有参议员都表达了 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担忧 并表示将支持美军的预算开支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 早前报名参加地方代表选举 选举主任在星期一下午 要求朱凯迪回答是否拥护基本法 和是否支持香港独立 作为自决前提等问题 朱凯迪回复指 自己拥护基本法 即不支持港独 但认为和平主张港独 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权利 有人则担心 政府此举是为了找借口 取消朱凯迪的议员资格 请听记者静元和黄春梅的报道 前立法会议员刘晓丽 早前参选立法会九龙溪补选时 选举主任指 刘晓丽及现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 曾发表共同声明 捍卫香港独立 作为港人自决前途的选项 故认为刘晓丽并不接受中国拥有香港主权 取消其参与补选资格 当时已有声音指 朱凯迪在事件中被相提并论 很有可能是下一个被政府取消资格的目标 朱凯迪早前报名参加香蕉代表选举 选举主任在周一下午要求朱凯迪回答五条问题 当中包括是否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否继续不支持港独 以及是否提倡或支持香港独立 是自决前途的选项等等 朱凯迪回复指 自己在逊世就任立法会议员时 已表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 他有始至终并不支持港独 但他认为和平主张港独 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权利 消息传出后 舆论批评港府将政治审查 渗入村代表选举的做法 讥讽政府是否日后 选业主立案法团选举时 也要反对港督 舆论又担心 朱凯迪会因此被取消议员的资格 就选举主任是否有权力提出相关问题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 唐家华认为 我相信根据香港的法律 这个选举主任有这个权利 去忧愁所有有意参加选举的人 去显示他们对这个 这个拥护基本法的一些看法 本身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 桑普则对本台记者表示 法律上没有明定违法的事都算合法 所以选举主任提出这些问题是合法的 但桑普强调合法不等于合理 有舆论担心政府早前以香港独立 作为自决选项为借口 取消刘晓丽的参选资格 朱凯迪这一次再次肯定提倡 港都市基本法保障下的权利 有很大机会被政府取消议员资格 以及耻夺日后再参选各项选举的权利 这无疑是政治自杀 不过桑普并不同意有关说法 他认为朱凯迪已经有心理准备 加上政治舞台可以扩展至整个公民社会 不需要恋战立法会议席 他这样做法是不是等于说 要摧毁自己政治的情绪 应该说他可以产生一个 禁止他在参选香港选举的效果 但没有摧毁掉他的人格 跟他以后在公民社会发挥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把政治定义的表翻送的话 那我觉得不是自杀而是从事 时事评论员杰斯则担心 政府这一次在相交代表选举 在提出政治审查 是有计划的在收紧红线 慢慢的是不是你每一次选举或者是现在在大陆你要念书考试 可能都要政治审查的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是哎呀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为了 已经无所谓了 是问题也不觉得是问题的时候 这一个我想就是应该要担心的地方 在香港时间周三下午四点 选举主任指再向朱凯迪追问两条问题 分别是你本人作为相交代表选举参选人 是否提倡或支持香港独立是自决前途的选项 以及你本人是否同意 作为相交代表选举参选人 不能够以任何形式主张香港独立 选举主任要求朱凯迪在即日下午八时前回复 若未能及时回复 将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所有相关资料 决定朱的提名是否有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靳元黄春梅香港报道 民进党九合一选举挫败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第一时间请辞 蔡英文28号最后一次现身民进党中常会 除了道歉之外 她还表示所有责任都有她来承担 蔡英文请辞党主席后 也迅速启动了政权保卫战 新听北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周三出席民进党中常会 她对于民进党在这一次选举 缴出令人失望的成绩单 对全体的民进党员以及支持者表达歉意 败选时党主席这是民进党的传统 但我个人持续主席 只是整个败选检讨的起点 接下来整个执政团队 包括总统府行政院党部 都必须虚心接受人民的鞭策 蔡英文在败选之后展开下乡倾听之旅 她说最该改变的是她自己 在给党员的一封信中 蔡英文感性地说 改革没有错 但是在推动改革过程中 没有给予受影响的人足够的抚慰 在往进步价值前进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社会大众有没有跟上 蔡英文说这一些挫败跟错误 作为执政团队的领导者 她要负起责任也一定会深切反省 她也对近日民进党内同志 炮打自己人提出呼吁 蔡英文交出民进党主席的棒子之后 民进党内出现中生代接班的声音 27号晚间传出蔡英文在官邸 单独与民进党籍的立法院长苏家全会面 未来苏家全将掌握党机器 虽然总统府在第一时间澄清 没有这样的会面 不过苏家全28日露面时 亦有所知表示 被点名的人都应该要勇于承担 怎么样让党有机会继续指正 赢得民心 自从前总统李登辉时代台湾开放总统直选后 历经陈水扁马英九从来没有总统连任失败过 蔡英文从地方选举败选之后 正式启动政权保卫战 但是民进党的政权保卫战 是不是等于蔡英文的连任保卫战 党内冒出杂音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27日两度公开呼吁蔡英文总统放弃争取2020连任 做一个大是大非的思考 对党的改变才有帮助 不过蔡世英本人28日露面澄清 逼宫的说法太严重 民调专家戴利安认为 蔡英文先是留下行政院长赖清德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稳住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 只要内部搞定 党内就会按照游戏规则走 但就算苏家权出任党主席 其实也等于也把他看着 大家都很怕党主席被拿走 所以有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 戴利安说 稳住民进党 不等于稳住蔡英文2020年的连任之路 但是现在不稳住党 蔡英文连2020出现的机会都没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日前在台湾观摩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的本台特约评论员王丹 就台湾的这次选举结果 发表了他的看法 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是王丹 本次台湾地方县市首长选举 我们又称九合一大选 执政的民进党 失去台中高雄等重要的选区 可以说是惨败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我当时正在台湾观选 有些切身感受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次民进党惨败第一个原因 就是失去了年轻人的选票 大选投票当天 我跑了台北的几个投票点 看到大排场中的选民中 年轻人所占的比例远不如上一次的 2016年总统大选 台湾的台湾花时代 大多讨厌国民党 但对民进党也谈不上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作为选民 他们的独立性很强 民进党执政以后 原先的一些吸引年轻人的政策 例如同志婚姻平权 受到追证包袱之类 并未积极推进 导致很多年轻人对民进党强烈不满 再加上很多年轻人 不满台湾常年的蓝绿对立 希望出现蓝绿之外的第三势力 因此 很多年轻的选民 把票投给了时代力量 这次时代力量的 敌方选举成绩亮眼 背后的支持者 应当以年轻人为主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保守势力的大反扑 在英文上台以后 下大力气推动年金改革 这虽然是必须推行的改革 但是自然引发了 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 军公教团体的强烈不满 他们成了民进党最坚定的反对者 这次投票热情最高 此外 同志平权议题 是年轻时代支持的议题 但是也是宗教等社会保守力量 极力反对的议题 这次连长期支持民进党的 基督教长老教会 也公开表达 对民进党推动这个议题的反对 一个议题 同时得罪了支持者和反对者 民进党可以说是 两头不讨好 第三个方面 还是经济大环境的问题 民进党执政以后 两人关系低迷 中共千方百计打击民进党 通过限制路客人数等手段 对台湾的经济成长 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而台湾长期存在的 经济低迷 薪水过低等 让一般老百姓有感的问题 可以说是击重难返 两年的时间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这些都让台湾人 对民进党的发展经济的能力 有所疑虑 地方选举中 一般的选民比较关注的 是民生问题 对意识形态没有那么在意 这一次民进党试图 再次用保卫台湾价值 这样的口号 争取选民支持 效果就大不如前 第四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大团结 这次虽然是地方选举 但是对2016年大败的国民党来说 是东山再起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次败选 恐怕从此就会泡沫化 因此过去内斗严重的国民党 这次展现了大团结的启示 韩国瑜在南部地区能够得到很多选票 就跟原本已经因为被满酒斗争 而疫情阑珊的原立法院长王金平的 大力动员有关 台中国民党地方势力向水火不如 这一次也放弃嫌隙 成功整合 台中原本就是蓝大鱼律 民进党林佳龙上一次能够当选 就是因为蓝营的分裂 这次林佳龙在政绩不错的情况下 反倒大输 原因就在于国民党的重新团结 最后 外界很多人把当选高雄市长的 国民党的韩国瑜当作蓝营的救世主 认为是他掀起的韩流 带动了全台湾的蓝营的士气 对此我也不敢沟通 韩流确实对民进党选情造成重创 但这不是韩国瑜一个人的魅力导致的 而是上述那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才造就了韩国瑜的宏极意识 韩国瑜成了选民教训民进党的一个宣泄口 自然气势惊人 这就是我对这次民进党败选原因的看法 愿意跟大家分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登为您做的评论 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 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意见 不一定代表本台的立场 西藏四大教派之一的宁马派领袖日前意外身亡 原定于11月底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 正对达赖喇嘛转世召开的会议将无限期顺言 这使得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增添了变数 新听文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宁马派 中国大陆称为宏教 第七任长教领袖 葛托格泽仁波切 11月19号在尼泊尔 葛托闭关中心徒步前往 加德满都郊区安宗寺的途中 不幸失足滑倒后去世 享受64岁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议会发声明表示 格泽仁波切原籍对佛教与宁马传承来说 皆是巨大损失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26号发声明指出 原定11月29号到12月1号 在印度达尔萨拉举行的第13届西藏宗教大会 将无限期延期举行 各大教派领袖原本要在这个西藏宗教大会 讨论重要的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 28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中央社报道指出 达赖喇嘛11月初时表示 11月底将召开的高僧委员会将决定他的继任者人选 并重申倾向终结转世制度 但中国大陆当局始终坚持达赖喇嘛转世的议题 与其继任者都必须由北京方面决定 达瓦才人进一步阐述 达赖喇嘛对于是否转世的看法 他只是说 也许可能不转世 他现在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 他要让西藏人民决定 未来达赖喇嘛要不要转世 如果西藏人民决定不要转世就不转世 OK这个问题解决 第二个是 如果西藏人民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 还继续要 那就要讨论这个转世的制度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完善化 怎么样去操作 达瓦才人强调 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在这些独立国家里面 它的操作没有问题 那现在西藏已经亡过 藏人处于流亡的状态 我们又面临中共这样一个外在势力 强行地这样去干预 或者想要去主导 甚至想要去影响这个转世的 这样一个过程中 藏传佛教要怎样面对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非佛教 而且仇恨佛教的势力 竟然想要去主导 藏传佛教领袖的产生 这是非常非一所思 但是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现实 达瓦才人说 尼玛派葛陀阿藏寺的声明提及 葛泽仁波切发生意外的前一天 和许多信徒见面 当天傍晚 他和两位在山上闭关的弟子 还讲到无常 葛泽法王当时对他们说 如果我明天去世的话 你们两个大概也找不到那些柴火 柴行那些 你们就可以买一些油 就在对面的山上 可以把我烧掉 他就说无常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达瓦才人说 19号隔着法王跟着随从 经过一个步道 隔着法王突然往一个路况 不好的小路走去 随从叫住法王还遭到斥责 台湾国际藏传法卖总会执行长 游金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游金钗提到 隔着法王获选在印度 接受达瓦喇嘛受证 今年1月才上任 今年8月还到台湾红法 并以苦极灭道为题进行演讲 台湾佛教徒感到惋惜与不舍 并为他做了头期法会 宁马派信徒认为 隔着人波界临走为信徒 上了最后一堂的无常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受中国华北和黄淮等地雾霾的影响 韩国首尔和北部地区的 PM10的指数 日前达到了385并且还在继续攀升 韩国媒体的报道认为 这是中国华北雾霾 被西北风吹到了韩国 但是有专家表示 中国雾霾只是多个原因之一 并不是造成 韩国雾霾的绝对因素 请您特别记者刘水 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韩国的这次雾霾有预警 因为中国华北和黄淮地区的雾霾 受到西北风的影响 星期二照样地挪到了韩国 受影响最大的是 首尔北部的经济道地区 传媒一直在提醒市民们 戴口罩少出门 当天仁川地区的PM10 达到385 韩国教育部表示 各个学校可以根据 这一PM10的数据 决定停止授课 韩国在最近几年里 特别关注雾霾 受传媒报道的影响 大部分韩国人认为 韩国本身是一个 空气很清净的国家 而雾霾主要来自中国 但是韩国政府和气象专家 并不认同这一主张 尤其政府的立场很微妙 若否认了传媒的主张 则有必要积极的减少排污 改善空气质量 目前韩国青瓦台的网站上 还有5000多人请愿 要求解决雾霾 根据这一请愿 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周 在亚太峰会上 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中韩收纳会谈时 特意提出雾霾问题 希望两国合作 共同应对 据韩国传媒的报道 雾霾的七成以上来自中国 甚至有媒体主张 所有雾霾全部都来自中国 他们最有利的根据是 今年夏天的东风阻止了 中国雾霾的侵袭 因此韩国一直维持着 很好的空气质量 对此气象专家李正勋反驳说 他说若这一说法成立 韩国国内火力发电站 大部分都利用煤炭发电 而更重要的是 这些火力发电站 大部分都位于半岛的西海岸和南海岸 所以西北风吹来的不只是中国的雾霾 还要加上韩国火力发电站的雾霾和产业排污 另外韩国拥有2100多万辆汽车 其中约有450多万辆为柴油车 这些汽车的尾气也被认为是造成雾霾的原因 所以雾霾全部来自中国的说法 逻辑上不成立 七成的说法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 暂时还只能是一个猜测 李正勋说 他说中国雾霾不会全部被传送到韩国 在传送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流失 另外还会增加一些朝鲜雾霾和海上船只的尾气 另外我国火力发电站的分布密度是中国的3.8倍 中国和韩国之间很明确的一点是 冬季里中国华北地区的雾霾 一般在第二天会全部挪到韩国 专家对此的解释是 这里有中国的因素 有蒙古和朝鲜的原因 还有韩国自己生产的雾霾 但是大部分韩国人在看到北京的雾霾 然后再感受到首尔的雾霾 就很愿意相信中国是雾霾的主要来源 中韩两国在今年6月联手组建环境合作中心 同意共享两国的大气数据共同应对雾霾问题 据韩方的说法 他们尚未接到中方的数据 这是韩国人在雾霾问题上不太愿意相信中国的一个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流水首尔报道 听众朋友在这次的亚太报道结束之前 我们来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上海维权人士丁德元 被控妨害公务罪二审突然被取消开庭 维权网28号披露的消息说 丁德元涉嫌妨害公务罪的上诉案 原定于12月3号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 但丁德元的辩护律师纪中九 星期三下午收到了取消开庭的短信通知 法官拒绝说明取消开庭的原因 丁德元今年8月被法院裁定 妨害公务罪罪名成立 判刑两年6个月 这是丁德元两年内第二次 以相同的罪名被判刑 另外中国曹顺利人权团队的部分人权捍卫者 近日第17次上街举牌 抗议中国政府随意抓捕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并以判刑、超期拘押、延期审判、折磨、虐待、殴打、强迫失踪等方式进行迫害 他们呼吁当局截除暴禁党禁 立即释放全国的政治犯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再次受挫 新西兰政府28号拒绝批准当地的电信运营商Spark 采用华为公司的设备 建议来建设第五代移动互联网 理由是这个计划将带来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的亚太报道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华汉 我是嘉远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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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